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不但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 慢慢慢慢当我们年纪到中年 甚至到年纪越来越大 但是神的恩典 神的还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Amen 而且一生够我们用 而且是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都要看见神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工作 提到今年 其实我已经快77岁 但是神的恩典 还是非常的丰富 我觉得而且 让我们不但是恩上加恩 让我们利上加利 让我们可以荣上加荣 Amen 我觉得 最近这一两年 我提到 就是今天要讲的 跟最近这一两年 有一些的关系 在去年天国文化的时候 那个美国 那个比尔江神牧师 他讲道之前 他提到 他说 神有一个先知的朋友 他一个先知的朋友 就是在梦里面 提到说 有一个人 他是1941年生的 然后他的名字 是拿蛋业 他有两个儿子 那天晚上 是我儿子翻译 当我儿子翻译的时候 他就看我的儿子 他说 你知道不知道 有这一个人 这是他的一个朋友 做的梦 那我儿子说 好像是我爸爸 然后那个梦里面 那个义梦里面 就告诉他说 他说 他是诗篇67篇的人 诗篇67篇的人 那我想 那过去这一年多 诗篇67篇 我觉得神透过这个诗篇 对我说话 让我看见我的生命 跟这个诗篇 以及过去这一年多 我看见神做很奇妙的工作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 不是诗篇67篇 是约翰福音17章 那约翰福音17章 其实我以前就 常常也读 也注意这个约翰福音17章 特别过去17年 可以说已经17年 但是在去年 又发生另外一件事 发生我在以色列的时候 当我在以色列 我在那里参加有一堂的聚会 那个聚会是美国的一个女的先知 就是翟新帝 她讲到 她讲到之前 她走到我前面 把我叫起来 她说 你是约翰福音17章的人 神要透过 透过你 要用约翰福音17章 来祝福很多的国家 特别韩国 那我就开始更多再一次 是我过去十几年 17年 我已经很注意 就是说注意约翰福音17章 但是我觉得在这一段时间 特别最近这一段时间 当我再一次来看 来思考的时候 我就发现 有一些以前我没有看到的 或者没有注意到的 我以前想到约翰福音17章 因为以前那个印象非常的深刻 深刻到一个地步 常常会看不见其他一方面 因为我想到约翰福音17章 就是耶稣讲到合一 所以我觉得约翰福音17章 是什么 就是耶稣为门徒合一来祷告 祷告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但是我觉得当我再一次来看的时候 我就发现 其实为什么我今天的题目是 荣耀以合一 因为我发现 耶稣在祷告 为门徒祷告合一之前 耶稣是为荣耀 荣耀来祷告 而是为在那里 所以我们一起来读 我选的17章的 第一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十 还有二十到二十四 我们先把这个经文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来 耶稣说了这话 就举目望天说 父啊 时候到了 愿你荣耀你的儿子 使儿子也荣耀你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 你所托付我的事 我已成全了 父啊 现在求你使我同你想荣耀 就是为有世界已先 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再来经文 继续把经文 凡是我的都是你的 你的也是我的 并且我因你们 你们得了荣耀 你们所赐给我的荣耀 我已赐给他们 使他们合而为一 向我们合而为一 这个二十四节 我们二十二节 我们再念一次来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我已赐给他们 使他们合而为一 向我们合而为一 二十三节 我在他们里面 你在我里面 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 叫世人知道你拆了我来 也知道你爱他们 如同爱我一样 父啊 我在哪里 愿你所赐给我的人 也同我在那里 叫他们看见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因为创立世界以前 你已经爱我了 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 讲合一 关系是非常重要 不光我们在家里面的关系 在教会里面的关系 在职场的关系 甚至教会跟教会之间的关系 关系是很重要 但是我们要看到 怎么样能够那个关系 能够看见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 让我们那个关系 能够进入一个合一的关系 但是另外一方面 当我们要进入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是什么 就是荣耀 为什么荣耀跟合一 那个关系这样的密切 我想我们都知道 我们需要合一 我们知道我们夫妻的关系 这个很重要 我们兄弟的关系很重要 我们知道亲子的关系很重要 我们知道我们弟兄姊妹的关系很重要 同工的关系很重要 在职场的里面 我们跟同事的关系 非常的重要 我们在这里说什么 先关系后事工 但是我们都知道关系很重要 但是我们觉得为什么关系 好像很难 一 不管你用这样的一 或者这样的一 就是一 很简单 但是为什么最简单的一 要合一 为什么这样的难 这样的难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我们看见有一些人 他们对关系慢慢慢慢 也努力过了 希望能够有好的关系 努力到一个地步 最后什么 失望 最后觉得不可能 在家里面要合一 不可能 在教会里面要合一 不可能 所以只好去求 好像好了 用工作来代替 用事业来代替 但是我在说 其实合一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是要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看见 当我们要真的要合一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 为什么不能合一 而不能合一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我们看到 我刚刚提到的 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7章 这是耶稣最后的祷告 也是耶稣最后对门徒 当他说了一些最重要的话以后 就进到第17章 17章是他最后的祷告 后来他就被钉十字架了 那为什么 到底在这里面让我们看见 这个关键是什么 这个 那我们看到 耶稣 他为 我刚刚提到的 耶稣为门徒祷告 使你们合为一 合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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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了五次 但是讲荣耀几次 八次 讲荣耀八次 然后先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 第一节说 耶稣说了这话 就举目望天说 父啊 时候到了 愿你荣耀你的儿子 使儿子也荣耀你 耶稣先为门徒祷告之前 他先什么 他先为自己祷告 说 父啊 时候到 愿你荣耀你的儿子 使儿子也荣耀你 我们看到 他知道 那个关系 在这里让我们看见 耶稣跟天父的关系 跟神的关系是什么 那个关系是 是合一的 所以当他祷告的时候 说 因你赐给我的名 使他们 使门徒 能够合而为一 像什么 像 耶稣说 像我跟你的合一一样 那耶稣跟天父 跟神的合一 为什么 为什么能够这样的合一 为什么 因为荣耀 因为神的荣耀 不但在神的身上 也在耶稣的身上 那个荣耀是什么 荣耀其实就是神自己 那个荣耀充满在神的里面 也充满在耶稣的里面 我们在看 这个 不但是这样 在我们看下面 我们一起来念 我在地上 已经荣耀你 你托付我的事 我已成全了 我已成全 我们再看第三个 继续 耶稣在祷告荣耀 来 我们一起来念 父啊 现在求你 使我同你想荣耀 就是为有世界以先 我同你所享有的荣耀 我们刚刚一共几个荣耀 五个荣耀 六个荣耀 但是我们看见 荣耀 假如我们按时间来排列的话 第一 耶稣基督在这里说 祷告说 现在时候到了 愿你荣耀你的儿子 使儿子也荣耀你 但是我们在这里 用时间来说 这是过去的永远 然后未来的 从永远到永远 永远 第一个永远是从亘古 就是过去的永远 另外就是未来的永远 然后他跟神的荣耀 从过去 他在这里说 我在过去 在没有创造世界之前 我与你同享的荣耀 那一个荣耀 在你的身上的荣耀 也在我的身上的荣耀 那个同享的荣耀 然后接着 耶稣来到这世上 来到世上 耶稣祷告什么 他说 我现在来到世上 现在 我过去三十三年半 我过去这三年半 我已经荣耀你的名 你托付我的事 我已经完 我已经成全了 我已经荣耀你的名了 但是现在 他继续在祷告说什么 现在你继续荣耀你的儿子 好让你的儿子荣耀你 未来 接着 他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我们看见 他神的荣耀在他身上 他也是荣耀神 荣耀神 甚至那个时候 要上十字架 他知道要上十字架 他只有一件事 就是要荣耀神 而且让神的荣耀 在他身上 一直那一个荣耀 一直到永远 神的荣耀 他在他身上 他也是荣耀神 神的荣耀也充满在他的里面 充满在他的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是什么 就是跟神之间的 为什么 那一个跟神 耶稣跟神的关系 那个合一的关系 是因为什么 因为在神的里面的荣耀 也在耶稣的里面 而耶稣的荣耀 神把那个荣耀给耶稣 而耶稣就是来荣耀神 这一个关系 所以使耶稣跟天父之间 是一个合一的 是一个合一的 而耶稣来到世上 从天上来到世上 还是一样 神的荣耀在他身上 而耶稣就是要荣耀神 甚至不久 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面 但是神的荣耀在他身上 而他就是在最困难 最艰难的时候 他还是要荣耀神 所以我们看见 这个荣耀的关系 那我们再看第四小点 第一点的 我们一起来看 这两节的经文 但愿他在 凡是我的都是你的 你的也是我的 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 但愿他在教会中 并在基督耶稣里 得着荣耀 直到世世代代 永永远远 阿们 我们看到 这是加上什么 这是加上我们了 加上门徒了 凡是我的都是你的 你的也是我的 并且耶稣说 我因他们 因谁呢 因门徒也得了荣耀 耶稣讲的这个话 其实他是一个先知性的话语 为什么 因为其实在当时 门徒 其实在他们身上 还有很多的问题 其实 没有让耶稣得 假如有的话 是一点点 其实 因为什么门徒彼此 没有合一 门徒彼此争大 在争的 谁要做大 但是耶稣在那里说 是我因他们 要得荣耀 然后21节 就告诉我们说 不但要在门徒中间 得荣耀 他要在教会中 并在基督耶稣里 得着荣耀 直到世世代代 永永远远 阿们 阿们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 我等一下会大概 再提一下 为什么这个关系 荣耀跟合一 这个关系是这样的重要 是这样的重要 好 我们再看下面 我们看到 荣耀成为父跟子 合一的根基 为什么耶稣 圣父 跟耶稣 圣子 他们能够真正 能够合一 为什么 因为这一个荣耀 在神里面的荣耀 也在耶稣里面 在耶稣里面 那一个荣耀 他就是要来荣耀神 就是要荣耀神 好 我们再看下面 我们来看到说 那人 人类跟教会 不合一的根源是什么 根源是什么 罗马书第三章说 世人犯了罪怎么样 亏缺了神的荣耀 神 按着神的形象 跟样式造我们 但是当亚当夏娃 被造在伊甸园里面 我们看见 他跟神的关系 是一个美好的关系 他们夫妻的关系 是一个合一的关系 他看见夏娃的时候 他就说什么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我们看见 所有的关系 都是非常美好的 但是当犯罪的时候 亚当夏娃犯罪以后 吃了不该吃的 那个善恶树的果子以后 我们看到 他怎么样 第一 整个关系不对了 跟神的关系不对 跟神的关系不对了 神的荣耀 失去了神的荣耀 亏缺了神的荣耀 当他亏缺神的荣耀的时候 他怎么样 本来那个时候 自身的 但是神的荣耀 成为他们的衣服 但是他们就发现 怎么我们 你是自身 我是自身的 所以怎么样 用叶子树叶来做衣服 然后另外 当他们听见 神的声音的时候 以前只要听见 神的声音 他们欢喜快乐 神来了 来到伊甸园了 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是非常的亲密的关系 但是当神这一次 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 他们怎么样 他们藏起来了 他们躲在树虫的里面 然后神说 亚当夏威 你在哪里 他说我听到你的声音 就害怕 以前从来没有害怕 为什么现在会变成害怕 因为我们看见 在爱的里面 爱里面没有惧怕 但是为什么会害怕 因为失去了神的荣耀 失去神的爱 所以就惧怕 不但惧怕 而且我们看见 然后神说 莫非你是吃了 那个不该吃的 叫你不要吃的 三个树的果子 然后亚当说什么 亚当说 那个女人 本来是什么 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现在变成那个女人了 是什么 关系 跟神的关系 没有神的荣耀 亏缺神的荣耀 跟神的关系 有了隔绝 跟人的关系 也有隔绝 不但是这样 我们看到 后来亚当夏娃 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是该隐 一个是亚伯 而我们知道 后来哥哥该隐 把弟弟杀死了 我们看见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什么 犯了罪 亏缺了什么 神的荣耀 当亏缺 神的荣耀以后 我们看到 那个关系就破坏了 我们跟神的关系 破坏了 我们夫妻的关系 破坏了 兄弟的关系 破坏了 亲子的关系 也破坏了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就破坏了 就破坏了 但是我们犯了罪 亏缺神的荣耀 但是我们知道 荣耀很重要 所以我们人 还在追求荣耀 但是所追求的荣耀 不是神的荣耀 是虚服的荣耀 我们来看第二点 我们看到 我们一起来念 这两节 约翰福音五章 四十一节 四十四节 我们一起念来 我不爱 我不受 从人来的荣耀 你们互相受荣耀 却不求 从多一支神来的荣耀 怎能够信我呢 耶稣说 是荣耀有两种 一种是神的荣耀 一种是什么 就是人的荣耀 从人来的荣耀 那耶稣说 你们在那里求的 不是神的荣耀 你们所求的是 你们从人来的荣耀 而且你们互相受荣耀 却不求 从独一的神来的荣耀 怎么能够相信我呢 所以我们看见 而求世界上面的荣耀 世界上面的荣耀是什么 就是名 利 地位 金钱 我们在那里追求 我们希望能够出名 我们追求 我们希望追求地位 我们追求 我们希望追求财富 但是我们看见 当我们越求名的时候 我们就争名夺利 人的关系就更不好 我们在那里求 世界上面的地位 我们看见 我们追求地位 为了我们看到 每一次 本来关系还好了 只要一选举 关系就很不好 为什么 因为 你要那个位置 我也要那个位置 所以我们看见 人在追求 而且追求财富 人在那里追求财富 希望 我们看见 慢慢 我们慢慢看见 什么是荣耀呢 荣耀 就是 我的 我的钱比你多 我的车子比你大 我的电视 我的冰箱 比你好 我的孩子 考上的大学 比你好 我们看见 人在比什么 就比这世界上的荣耀 甚至我们看见 在教会里面 慢慢也是一样 我们看见 在教会里面 我们所看到的 常常还是 我们成为基督徒了 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 但是我们 我们到底在追求 神的荣耀 还是地上的荣耀 我们会觉得 是 我们所看见的 包含耶稣的门徒 他们好像 已经跟随耶稣 但是所追求的是什么 还是地上的荣耀 所以耶稣 基督还是对他们说 你们互相受荣耀 却不求 从独一神来的荣耀 所以当我们这样的时候 我们看见 我们不但不能合一 而且我们越来 人的关系 家庭的关系 越来越不好 我们看见 在职场里面 我们看见 为了争名 躲利 我们看见 在职场里面 我们跟同事的关系 也是很不好 以至于我们看见 甚至在教会里面 我们也常常看见 当我们这样的时候 追求的不是神的荣耀 我们看见 我们一样 不能合一 不能合一 好 我们再看下面 就说 我们另外一方面 我们不但失去了神的荣耀 犯了罪 亏缺神的荣耀 而我们追求的是什么 是世界上的荣耀 而我们其实为什么 吃了那个善恶素的果子 其实希望能够有智慧 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 智慧也是有两种 而我们看见 那个智慧 善恶素的智慧 那个智慧 我们看 雅各书第三章 第十三节到十八节 我们一起来念来 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 有见识的呢 你当在智慧的温柔上 显出他的善行来 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 就不可自夸 也不可说谎话 抵挡真道 这样的智慧 不是从上头来的 乃是属地的 属情义的 属鬼魔的 在何处有嫉妒纷争 就在何处有扰乱 和各样的坏事 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 先是清洁 后是和平 温良柔顺 满有怜悯 多结善果 没有偏见 没有假冒 并且使人和平的 是用和平手栽种了异果 我们看这里有两种智慧 一种智慧 那一种智慧所带来的 是关系越来越不好 我们看起来这里说 属地 属情义 属鬼魔的智慧 这一种智慧 在哪里有这样的智慧 就有嫉妒 有纷争 有扰乱 和各样的坏事 我们看到 我想 我们不要说在外面 就是在家里面 我们不管兄弟的争吵也好 或者是夫妻的争吵 或者是亲子的关系的争吵 假如我们 是用这样的智慧 我们看见 那个智慧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嫉妒纷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我们会看见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怎么会 怎么我们会 我们常常在争吵的时候 我们讲出来的话 常常是伤害对方的话 我们好像觉得我们很有口才 我们很会讲话 但是到时候 我们看见 所带来的是什么 是嫉妒纷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我们在那吵 慢慢慢慢 看见 就没完没了了 没完没了了 我记得 大概差不多三十年前 有一次 我跟周师母 然后我们那时候 刚好在美国有一段时间 然后我们就 在想说 要不要在美国建立一个灵粮堂 然后我们在开车里面 然后两个人讲 本来最先 他越讲就 口气就越来越不好 讲到最后 周师母忽然说 不跟你吵了 然后就这样就说 我觉得我们两个不合适在一起 哇 我说 现在在讲说 要不要 怎么变成两个人说 就是不合适在一起 但是我觉得感谢主 那时候 假如我用 有两种智慧 一种是什么 地上的智慧 什么不合适 又继续吵下去 但是那时候 我觉得 神就赐下 这个不是我想出来的 不是我的智慧 我就 本来气得不得了 两个人也讲 然后我就说 我不知道我们两个 合适不合适在一起 但是我知道 我不能没有你 你不能没有我 这个智慧是上头来 不是我的 是上头来的智慧 所以靠着这个 到现在还有饭吃 我提这个只是说 我们看见 很多的时候 我们常常 我们求荣耀 不是神的荣耀 我们求智慧 不是神的智慧 所以关系还是不好 关系还不是 但是当我们 假如是 求神的荣耀 求神的智慧 这个智慧所带来的是什么 先是清洁 先是清洁 后是和平 口哲宅中的义果 所以弟兄姊妹就在这里 求祂帮助我们 我们看见 为什么荣耀是这样的重要 荣耀不是荣耀 是荣耀 关系是关系 不 当我们有神的荣耀 我们有神的智慧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 就能够来修补 那个破坏的关系 而使我们那个关系 能够恢复 使我们关系能够恢复 所以我们再来看下面 我们看到不合一的门徒 为什么变成死同合一的使徒 我们看到 是相信耶稣很重要 跟随耶稣也很重要 但是门徒有没有相信耶稣 有没有跟随耶稣 从一个角度来说 他们已经有相信耶稣 跟随耶稣 但是还是彼此相争 为什么在彼此相争呢 因为不是求神的荣耀 是求地上的荣耀 我们看到门徒在那里 开始争到最后还是争 想要耶稣啊 当你得到你的国的时候 两个兄弟出来争 开始争 约翰跟雅各 他说一个坐左边 一个坐右边 那十个人说 那我们坐哪一边 然后到最后还是这样的争 我们看到 但是 所以 我们再看第二点 就是说 我们看到 甚至祷告 门徒又没有祷告 也祷告 爱主 被圣灵充满 但是很多的时候 还是不合一 还是关系不好 关系不好 所以 我们在这里 但是 为什么 门徒 后来 他们 四福音的时候 假如用二十八章 二十八章 马太福音是一章到二十八章 你看门徒 跟随耶稣 三连半 第一章到二十八章 那个 关系还是不好 使徒行传 从第一章到二十八章 他们关系不一样 关系不一样 他们合一了 他们成为合一的使徒 那关键是什么 我们到这里 我们看见 关键 就是 他们开始知道 合一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重要 他们愿意把自己放下 能够真正在一起 能够合一 我们看第三小点 而我们看到 这是荣耀 为什么 当荣耀 我们有神的荣耀的时候 罗马书第八章 二十九到三十一 三十节 我们一起来念来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 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 做长子 预先所定下的人 又召他们来 所召他们来了 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 又叫他们得荣耀 在这里我们看见 耶稣 我们信耶稣 是 我们信耶稣 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 十字架 十字架 永是我的什么 我的荣耀 但是十字架 永是我的荣耀 这个荣耀 十字架 永远是我的荣耀 因为什么 耶稣在十字架上面 为我们舍身流血 而耶稣在十字架上面 为我们舍身流血 让我们 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 我们认罪 我们就罪 就得到赦免 但是十字架 耶稣的十字架 不只是让我们 得罪得到赦免 我想我们都认罪 最得到赦免 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不合一 为什么我们在家里面 还是不合一 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 还是不合一 耶稣的十字架 不只是让我们 能够罪得到赦免 耶稣在十字架上面 不只是为我们 钉十字架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 为我们埋葬 为我们复活 耶稣的十字架 乃是让我们 以他同定十字架 我们以他一同死 一同埋葬 一同复活 当我们能够真正 而且不但这样 而且他的生命 成为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不但罪得到赦免 让我们得到他的生命 成为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得到他的荣耀 成为我们的荣耀 叫我们得到这一个荣耀 当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荣耀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 我们可以 经历在这样的荣耀里面 我们可以合一在一起 我们可以合一在一起 我们的关系 我们看见不一样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到 为什么耶稣为门徒祷告 使他们合为一 先为门徒祷告 让他们能够得到荣耀 这也是耶稣跟神之间 那个关系 那个荣耀的关系 以至于我们看到 带来的 他跟神之间的那一个合一 这样的合一 也要带在我们中间 好 我想我们看 下面 我们 这个 好 我们有一个图 我们来看一下 荣耀跟合一的互动图 那个图 没有吗 没有一个图 没有一个圆圈的图 好 奇怪 怎么会没有那个图 好 我想在这里 我刚刚有提到说 从过去的荣耀 那一个一直到 就是前面那里提到说 耶稣基督在那里说 他说 愿你荣耀你的儿子 让儿子也荣耀你 然后从这个荣耀 是从创世之前 那一个荣耀 然后一直 所以从 用一个圆圈来说 用圆圈来说 从过去 从过去的永远 到未来的永远 因为神的荣耀 在耶稣身上 耶稣荣耀神 然后他来到世上 一直到上司日架 一直到 那个荣耀 一直到永远 他们神的荣耀 在耶稣身上 耶稣荣耀神 而直的来说 直的来说是什么 就是合一 就是合一 而我们看见 在这样的合一的里面 那当我们也能够进入 在这个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 当神的荣耀 在我们的里面 然后我们就经历 在主的里面 我们可以合一 我们不但跟神合一 我们彼此之间 可以合一 而我们在这样的 合一的里面 我们也看见 我们看到 对 这个出来了 就说 好 就是从荣耀 从过去 耶稣基督说 从创世之前 同享的荣耀 然后一直到过去的 那个荣耀 耶稣基督在那里 最后他就说 愿你荣耀你的儿子 让你的儿子也荣耀你 而这一直到永远 这个荣耀 在耶稣的里面 在耶稣的里面 所以耶稣在为门徒祷告 在那里祷告的时候 然后就是求神 使他们能够合为一 那像什么 像耶稣的合一 耶稣跟天父的合一一样 那耶稣基督在那里 祷告说 这是但愿神 你的荣耀充满 也充满在门徒的里面 当那个荣耀充满在 他们的里面的时候 他说使他们合为一 像什么 像我们 像耶稣跟天父的合一一样 像耶稣跟天父的合一一样 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说 当我们有神的荣耀 在我们的里面 然后我们就能够合一 就能够合一 那我们的合一 我们能够 我们先以主合一 我们以主同定十日假 现在活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 我们如今在肉生活的 乃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祂是爱我 为我舍己 所以我们的老我 我们的肉体 以基督同定十日假 然后我们就看见 我刚刚有没有提到说 门徒本来没有合一的 从开始一直到 耶稣被钉指甲 他们没有合一 他们一个想坐左边 一个想坐右边 两个兄弟先站左边 一个人要站右边 那其他人说 那我们坐哪一边 所以他们一直在争 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说 愿你 当我们能够有神的荣耀 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们看见 我们不但以主合一 而且我们彼此合一 不但彼此合一 不但这样让我们看见 后来我刚刚讲到了 在三年半 十二个门徒没有合一 但是为什么 耶稣后来死了 复活生天以后 十二个门徒 除了犹大以外 其他的从使徒行传 第一章合一到最后一章 那个关键是什么 关键就是让我们看见 他们神的荣耀 在他们的里面 所以他们合一了 我们在家庭里面 当我们这样的时候 我们看到 当我们能够真正经历 耶稣的生命 成为我们的生命 他的荣耀也充满在 我们的里面的时候 我们在家庭里面 我们夫妻可以合一 我们为父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我们两代可以合一 我们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 我们兄弟可以合一 姊妹可以合一 而我们不但这样 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 我们一样 我们看到他们天天同心合一 在殿中且在家中 本来不合一的门徒 怎么变成合一了 本来不合一的教会 怎么变成合一了 我们看见 我们看到 是当我们以主同定十字架 所以在这里 让我们看见 不再是我活 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 而且神的荣耀 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十二个门徒 我们看见 他们合一了 我们看见 当我们这样的时候 我们家庭合一了 为父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不但是这样 我们看见 教会 我们也能够这样的 在基督里面 我们能够合一 让神的荣耀 那一个荣耀 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充满在教会的里面 我们看到 教会里面合一了 教会跟教会合一了 不但是这样 我们看见城市 在城市的里面 我们很多不同的教会 但是当我们能够 真正这样的时候 我们看见 城市的教会 族群的教会 我们可以合一 我们可以合一 昨天 我们到 在中立那边 他们有一个 新浪潮神学院 一个他们在那里 要破土 要建立教会 那我们看到 是 我们跟原住民的教会合一 原住民的教会合一 我们看基本 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当神的荣耀 我们让神的荣耀 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而我们看见 我们在 不但是 门徒可以合一 我们家庭可以合一 我们教会可以合一 在城市里面 在不同的族群中间 我们可以合一 可以合一 而且 我们能够在 甚至 我们在整个 台湾的众教会 我们可以合一 我们华下一家 我们可以合一 我们可以能够连结在一起 不但是这样 而且 我们看到 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新人 成为一个新人 拆毁中间隔断的墙 废掉的人与人之间 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冤仇 而我们 能够关键是什么 就是 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 成为一个新人 三国一律 那个三国一律是什么 就是 以色列 埃及 亚述 他们三国一律 我们看见 拆毁中间隔断的墙 我们人与人之间隔断的墙 族群跟族群之间的隔断的墙 教会跟教会之间隔断的墙 我们看到 因为的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面 已经为我们做成 我们与基督 我们与主同定 现在活着不再是我 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 当我们这样的时候 我们看见 我们可以看到 那一个合一 而且不但这样 我们看到 列国 可以在基督 这世上 这世上的 他 神 世上的国 成为我主 我基督的国 我们看到 国与国之间 我们可以合一 我们有一次 在回家的聚会 在那个聚会的里面 我们看到 那个 代表 以色列 一个 就是 就是 沙拉 代表 那个 妈妈 另外一个是 夏甲 代表 阿拉伯国家的 这个妈妈 他们彼此洗脚 彼此拥抱 为什么 因为耶稣在 十字架上面 已经败坏 长死 全的魔鬼 废掉 人与人之间的 冤仇 那个隔断的墙 已经被拆毁了 那个冤仇 已经废掉了 所以 我们可以 在基督的里面 我们可以成为 成为一个新人 成为一个新人 而且 我们看到 列国 可以合一在一起 我 我记得有一次 在回家的聚会 我们在 然后 拿 拿筷子的国家 就是 我代表台湾 华人 然后日本 也是拿筷子的 韩国 也拿筷子的 然后 另外 越南 他们说 我们也是拿筷子的 所以我们 四个在一起 然后拿一碗饭 那这个 我们就拿筷子 然后 给对方吃 然后那个 日本的老牧师 快八十岁了 他说 哇 我这一辈子 连我太太拿了筷子 我都不敢吃 他拿夹的东西 那一天 你们夹的 我全部都吃了 那我们看见 后来 他们说 不但拿筷子的国家 要合一 然后拿叉子的 也要合一 然后 印度说 我们用手吃的 用手吃的 也要合一 我们是 我们都 能够在主的里面 列国 我们在 基督里面 合而为一 最后是什么 以福所书 第一章说 天上地上 一切所有的 在基督里面怎么样 同归于一 同归于一 所以在这里 我们求主来施恩 我相信神 要在我们中间 让我们看见 看见 他的十字架 不只是为我们 舍身流血 让我们的罪 得到赦免 让我们的关系 会不一样 我们跟神的关系 不一样 这也是耶稣 在约翰福音 十七章 最后的祷告 这个最后的 这一个祷告 使他们合而为一 像我们一样 而我们 完完全全合一的时候 世人就会知道 耶稣是神所拆来 世人就会相信 耶稣是神所拆来的 所以在这里 我们求主来恩待 我相信我们不只是 为了要信耶稣 得永生上天堂 我们要看见 我们的关系不一样 我们的夫妻的关系 不一样 我们亲子的关系 不一样 为父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我们兄弟的关系不一样 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 我们在教会里面 弟兄姊妹的关系 我们跟别的教会的关系 不一样 我们可以彼此 我们在主里面合一 我们跟其他的教派 我们关系不一样 我们可以合一 因为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神要使天上地上 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里面 同归于一 而关键是因为神的荣耀 在我们的里面 当我们有神的荣耀的时候 我们不一样 我们就是双胞胎 我们也不一样 但是我们不是因为一样可以合一 而是因为基督在我们的里面 不再是我活 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 而那个荣耀的生命 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合一 我们可以在小组里面合一 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合一 我们教会跟教会可以合一 我们教派跟教派可以合一 我们跟原住民可以合一 我们跟客家的教会可以合一 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 因为日期满足的时候 他要使天上地上 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 同贵一 为什么 因为神的荣耀在你身上 也在我身上 我们低头祷告 主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谢谢你 我们谢谢你 当我们在你的里面合一的时候 我们就有权柄 当我们在你的里面合一的时候 我们家里面就充满了喜乐 教会就充满了喜乐 当我们在合一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 神你要在我们中间 世人就会知道 耶稣你是神所拆来的 他们就会相信 耶稣是你所拆来的 主啊 多少时候 我们在人际关系 在家庭里面 在教会 我们好像非常的困难 但是主 不是我们努力 而是你在十字架上面 为我们做成的 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 感谢你 因为你在十字架上面 已经废掉了冤仇 你已经拆毁我们中间 隔断的墙 弟兄姊妹 亲爱的朋友 我不知道我们里面 还有没有一些人 我们不能饶恕 耶稣不但为你死 耶稣也为 过去 你很难饶恕的人 也为他死 他已经废掉了 中间隔断的墙 但愿在我们的里面 没有再有一个人 是那个墙 是没有被拆毁的 那个冤仇是没有 没有被废去的 以至我们在主的里面 我们可以合而为一 我们夫妻可以合而为一 我们跟儿女可以合而为一 跟弟兄姊妹可以合而为一 我们在教会里面 跟每一位弟兄姊妹 可以合而为一 我们跟不同的教会 不同的教派 我们可以合而为一 以色列跟阿拉伯的国家 夏甲 跟沙拉 在我们有一次 回家的聚会 他们彼此洗脚 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面 已经废掉了那个冤仇 甚至几千年的冤仇 祝主帮助我 让我们不要跟任何一个人 还有一些冤仇 没有被废掉的 因为耶稣已经废掉冤仇 没有一个人 是有隔断的墙 那个墙还没有拆毁的 让我们在主的里面合而为一 让我们彼此相爱 主来到你面前 谢谢你 主啊 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 不只是要赦免我们的罪 你在十字架上面 为我们所成就的 就是要废掉一切的冤仇 主我们从生下来到现在 假如还有一些人 我们没有办法摇树的 求你现在把你十字架的爱 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从心里面来饶恕他们 叫做还有一些隔断的墙 在我们跟任何人之间 不管在家里 在教会 在职场 主求你让我们知道 你已经拆毁隔断的墙 主啊 我们仰望你 求主恩待 以致我们看见 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 合而为一 而且完完全全的合一 而当我们合一 完全合一的时候 世人就会知道 耶稣你是神所拆来的 世人就会相信 耶稣你是神所拆来的 主我们赞美你 谢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感谢主 感谢主 谢谢周牧师给我们这么好的信息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好吗 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 凡是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相宽容 凡是谦卑温柔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 合而为一的心 弟兄姐妹 我们感恩在上帝面前 我们每一个人都面对不同的挑战 一个从最接近的就是 你夫妻中间 我们要合一 再亲子中间 如果你孩子还很小 当然比较没有问题 有些孩子已经很大了 就他们有他们自己的 那怎么样能够合一 弟兄姐妹 真正不容易 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 你知道教会也有不同 那弟兄姐妹 真的很不容易 我这次回到 在台湾这些年 我就看见上帝在台湾 做了一个 这个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第一个 聚会所 他不跟其他的教会 应该说我们也不太接受聚会所 那聚会所 那弟兄姐妹 上帝就给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经历 让聚会所跟大部分的教会 能够合一 因为还有更奇妙 神借着反同运的这件事情 让长老会的教会 起来 就起来 这一次的运动 不是国语的教会来发起 是台语的教会 所以弟兄姐妹 上帝恩高在我们的中间 我们每一个教会 的确有一点点不一样 但是85%都是一样 但是我们却常常抓住 那个5%不一样的 我们就我们就帮他在一起 其实真影人中间 也是这样是不是 好不好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站起来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我们说祝我们要凡事谦卑 我们要传至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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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世前去温柔人哪 用爱心相宽容 凡事前去温柔人难 用何必彼此严容 借你保守圣灵抓紫 和为你的心 借你保守圣灵抓紫 和为你的心 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 可以到前面来 请带导的同工到这边来 请带导的同工出来 带导的同工出来 如果需要为你祷告 无论有什么需要 你都可以到前面来 让我们再继续唱诗歌 你可以慢慢的到前面来 到前面来 祝你保守圣灵抓紫 和为你的心 借你保守圣灵抓紫 和为你的心 好 弟兄姐妹 如果你还站在你的位置上 一开始为你自己的家祷告 求主让你的家是合一的 你跟你的配偶是合一的 你跟你的父母是合一的 跟你的儿女是合一 跟你的弟兄姐妹 你的哥哥姐姐 弟弟妹妹是合一的 还有跟这个 特别有这个走礼的 知道都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我们求主恩告 我们让我们的家是合一的 好不好 我们丢姐妹 恒生开口来祷告 亲爱的主啊 我们的主啊 感恩在你面前 谢谢耶稣主啊 为我们的家 为每一个家来祷告 主啊 求你恩待祝福 主啊 让每一个家都是合一的 主啊 主啊 求你拆毁中间葛顿的条 主啊 主啊 无论是什么原因 主啊 主啊 我们让我们用一个谦卑的心 主啊 用一个谦卑的心 竭力保守 合而合为一的心 上帝的恩刚在你我的身上 谢谢耶稣主啊 求你恩待我们 与我们同在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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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 其实很重要 就是要祝福他们 祝福他们 你说上帝啊 求你祝福我的妻子 求你祝福我的丈夫 求你祝福我的哥哥 求你祝福我的嫂嫂 那弟兄姐妹 我们就是 来祷告求神恩告在我们的身上 好不好 现在就用祝福来代替我们的祈求 我们用祝福来为你的家人 为你的家人每一个人来祷告 情爱的主 我们的主 我们仰望在你面前 谢谢主 谢谢主 主啊 你的恩手 你的恩手来扶持我们 你的恩手来扶持我们 主啊 谢谢耶稣 感谢你 然后我们的家里面 主啊 每一个人都是蒙福的 主啊 感谢你 谢谢主 在我们的家主啊 主啊 主啊 不再有分正 不再有吵闹 主啊 不再因为有这个 我用我和那一个事情 主啊 就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在一起 我们的主 我们仰望在你面前 求你的恩待 祝福主啊 让每一个家因为合一 就带来平安 主啊 因为合一 就带来祝福 主啊 谢谢你 主啊 就带来幸福 谢谢耶稣 感谢你 好不好 弟兄姐妹 让我们在全 我们教会里面是合一的 让我们有不同的恩赐 但是 无论 无论 你是 你是 先知的恩赐 或者是 你是 教士的恩赐 我们传福音的恩赐 让我们都彼此的相爱 让我们彼此的成全 你在这个小组 我在那个小组 他在另外一个小组 但是 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小组 但我们还是可以 彼此的相爱 Amen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求主祝福 让我们全教会 都在一个 在这个合一的里面 好不好 我们同圣开课来祷告 情恩的爵出 我们的主我们感谢祢 谢谢祢 主啊 主啊 祢要保守看顾 让每一个 主啊 每一个小组 小组与小组之间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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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 侍奉的服侍的当中 也是不一样 主啊 在不一样的当中 我们要看见 神天父上帝 主啊 祢要让我们彼此合一 主啊 服侍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来到我们教会里面 他们看见的是 我们彼此相爱 就叫人 主啊 能够知道 祢在我们的中间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弟兄姐妹 我们要最后 为一件事情祷告 弟兄姐妹 这一切都根据什么 根据上帝的荣耀 弟兄姐妹 当荣耀临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真正的 进入合一的里面 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 我们在我们的 我们的 我们跟神中间 主啊 就是有一个荣耀的关系 上帝要荣耀你 使你可以更加的荣耀 当你更加的荣耀的时候 那这些 主啊 这不合的东西 就会远远的离开我们 好不好 弟兄姐妹 求主让荣耀充满你的家 充满你的身上 充满你的家 充满在教会里面 好不好 我们同生开口来祷告 颠覆上帝 我们的主啊 祝福 主啊 让你的荣耀充满在我们的身上 主啊 让我们 主啊 出入 都在你的荣耀的光中 谢谢耶稣 祝福我们的家 让我们的家也充满的荣耀 主啊 感谢你 谢谢耶稣 主啊 让我们的家不是充满的真善 真实 主啊 让我们是充满你的荣耀 谢谢耶稣 感谢你 只有在你的荣耀里面 我们才可以真正的 进入那个真实的合一 主啊 让你的荣耀充满你的教会 主啊 感谢你 让我们看见 我们是在荣耀的里面 我们可以真实的合一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感谢你 感谢你 恩待我们 祝福我们 与我们同在 感谢主 感谢主 谢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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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们再来唱一次 节力保重 节力保重 圣灵所持 最后我们再来唱一次 节力保重 圣灵所持 和为一笔心 天父上帝 求祢祝福 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主啊 特别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 主啊 感谢祢 但愿他们能够在这里找到 主啊 属灵的家 主啊 恩告在他们的身上 谢谢主 主啊 感谢祢让我们知道 主啊 这是上帝的家 他们来到这里就是寻找到 一个可以安歇的 可以在这边可以成长 在这边可以成长的地方 谢谢主 祢施恩的手 祝福我们 但愿绝书基督的恩惠 天父的慈爱 可圣灵的感动 交动引导 因为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 知道耶稣基督在来的日子 我们已经说 阿们 把荣耀送给耶稣 感谢主 感谢主 今天的新朋友 请你到我们旁边的 恩典墙 恩典墙旁边 我们有一个新人的餐会 新人的餐会 请新朋友 请新朋友到右边 到出门进出的地方 好吗 上帝祝福你 感谢主 弟兄姐妹 上帝与你同在 与你同在 感谢主 感谢主 别忘记 别忘记 要报名的 要报道的 感谢主